再不带刀娜出去站站 我家小乌龟和哥哥又要找羊了 行了刀娜 走了呢出去玩走 下来吧 一听说要出去玩 你看跑得比谁都快 小样小时候还怕了一小姐忙 刀娜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鸽子 一直踩着古典的孔雀 还给刀娜开了个屏 你们俩又看到啥了 他俩发现对面有一群鹅 非要过去看看 现在这里没有多少鸽 四百千 老板让我们等一会 说这些大鹅还可以飞行表演 不过这些大鹅好像不怎么欢迎刀娜 刀娜 你干嘛去啊 还是离他们远点吧 被四百多双眼睛盯着 有点不自在 先带着刀娜 到小树林里啃个场 真是冤家路战 好了 为什么长吃饭了都不喜欢你们呀 没办法 最后蚕食官出面才卷了威 船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大鹅起飞了 到了第一次坐船 有点小女子啊 哇 哇 哇 这些会飞的大鹅 其实是人工繁殖并驯化的红艳和灰艳 这些大鹅经过长时间的驯化 已经和饰养员产生了默契 并且对人类特别的信赖 我们才有这么近的距离 看它们飞翔 来来来来来 实在挺漂亮的 哎哟 来 快来放个手来 放个手来 来来来来 放个手